成绩已经出炉了 但是在还没有公布这个成绩之前 首先我觉得今次参赛的队伍更加值得鼓励 因为能够参赛 能够上来这个舞台演奏 你们绝对是最棒的 给自己一个掌声 好 接下来我们会要请 2012马来西亚华越合作大赛大会副主席 我们陈梦玲女士来代表大会 来颁这个参赛证书给我们的参赛队伍 看到了《恶德队伍》 是演出一种新作品 演出新作品作为国内的职业乐团 或者是海外的华越职业乐团 都是非常难的 那么看到了年轻的人在演出这个作品的时候 那种朝廷同学的精神 深深感染过我 所以我认为这次参赛的六个队伍 你们都是最棒的 我发现今天六个队伍所自选的曲目 非常地广泛 这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这次有台湾的童年的回忆 香港的异象跟梦蝶 还有中国比较早期的摇祖舞曲 还有比较现代的抒情变奏曲 另外还有一首是加了爵士鼓的 比较轻松的风铃 六首曲子风格完全不一样 这是非常好的 我们评审听起来也是非常愉快 我相信大家在现场听的 也会觉得很多种风格非常好 最后再讲的是 我觉得有点可惜的就是 缺少了你们自己马来西亚的作品 如果再加加进来就更好了 因为最近几年来 在台湾 在新加坡 在香港的作曲比赛 国际的作曲比赛 其实马来西亚的作曲家表现都很好 都得奖的 我想自己人应该来发扬自己的明月 华月 这是我的感想 跟大家提供大家参考 好 大家都很棒的 谢谢 我从第一次到现在 我就一般听到同学们不断地在进步 到了今年的比赛 其实我们那个计算曲 还有那个指定曲 其实那个曲目里面 有很多其实是职业乐团的演奏曲目 但是同学演出来还是蛮不错 有一些而且演的也是非常好的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在这里恭喜大家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第一届比赛 第一届比赛是哪一年 2002 那么今年是2012 应该是十周年了 十年吗 十年 那要在我们中国就要搞什么十周年祭奠了 庆祝啊 搞这个活动了 整整十年了 整整十年了 那么这个十年 马来西亚这个华月大赛 可以是说 对于马来西亚整个华月的发展 是起到了非常好的推动作用 刚才我们评审老师 有些老师讲了 从我们第一届比赛的自选曲目 到我们第六届比赛的规定曲目 可以是说 从曲目的级别 演奏难度 都上升了一个非常高的台阶 我记得第一届比赛 还有像龙腾虎乐啊 这样一些曲子 那么由龙腾虎乐 到抒情编奏曲 大家是不是觉得 这整个从演奏这个高度上来讲 就已经提升了很高的一块 那么演奏本身我们讲 这个有很多问题 还是不成熟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如果你能够演奏这样的曲目 那就是说明 我们的华月 发展了 进步了 所以我想 有这样在这里呢 我也接这个机会呢 我觉得要感谢一下 雪龙海南会馆 他们能够坚持如此 坚持不懈努力的 把这样的大赛办下去 那么我 另外我很感动 我觉得很多 我们也参加过很多的比赛 但是有时候我会觉得 有些比赛它有它的目的 但是我是觉得海南雪龙会馆 在这个 它办这个比赛的目的 是非常清楚 就是要提升马来西亚华月的演奏 然后借这样的比赛去推动整个华月演奏的发展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来讲 也是让我们非常感动 因为当时 我这次他们来告诉我说 我们一共是 我知道的是七个队参加 到了现场 说告诉我 有一个队齐全了 那么我们还开玩笑 我们说六个队五个评审 对吧 是不是 但是他们黄先生说 这个我们一定 还是要按规矩做 认认认真地做 我们要保证我们评审的级别 我们要保证我们 整体地按照规定的程序去做 目的仍然是为了 把这个华月做得很规范 做得非常规范 公平公正合理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 那么我其实 虽然我是评审 但是我跟诸位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华月人 我代表华月人 向海南学龙会馆 表示崇高的敬意 那么当然了 比赛 我刚才讲了 我们新马来西亚的 这个华月大赛 在进行的十年 比赛整个的曲目的难度 也在提升 但是呢 任何一件事情的发展 都不是直线的发展 它一定是曲线的 螺旋式发展的 所以呢 我想 我们 这个 所以 无论是我们开始的队伍 多少 和我们这次队伍的少 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 很正常的现象 那么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大家在一起啊 是来做一个事儿 这个事儿就是什么 就是推动我们华族文化的发展 特别是像我们华族在马来西亚 这样的情况 包括华文的发展 为什么 这是我们民族 我们华族的根 这是我们的根 当然呢 我想 这个音乐 这个这一块 华族合作的这一块 更有必要 更多的发展 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实 你想 如果是说 我们 我们是华族 我们讲华语 他们别的民族 讲别的民族的语言 那你有你的服饰 他有他的民族服饰 也很鲜艳 你有你的美食 他也有他的美食 但是 我有华乐团 你有吗 在全世界 所有民族和国家当中 能用自己本民族的乐器 大部分都是自己本民族的乐器 来组成的 这样的大型乐团 在全世界 只有我们华人有 这是我们华人的骄傲 所有参加演奏的同学 你们也是我们华人的骄傲 所以 其实不管是主办方也好 还是评审也好 还是我们各位同学 还有辅导老师 包括我们的作曲家 其实我们都是抱着一颗 这样的心 我们是炎黄子孙 我们是华族 我们要用我们共同的力量 来推动华族文化 和音乐的发展 让华族在世界上立于更高的地位 谢谢 接下来 我们要邀请 我们的这个 2012马来西亚华月合作大赛的 筹委会主席 黄连友先生 来颁发我们这个感谢状 给我们五位评审 我们有请 这一次 2012马来西亚华月合作大赛 主办单位雪龙海南会馆的会长 拿渡五四财上台支持 有请大多 大家好 刚才的的确确听了一场 你们六支队伍的 非常认真 精真 的演奏 就让你们再给你们自己一个掌声 如果 我是最后的评判 你以为你们认为我应该 我会怎么样子做 我会全部给你们冠军 等一下 你才知道谁是真正冠军 已经踏入了第十个年头 第六节 虽然这个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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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越来越减少 尤其是这一届 只是六支队伍 真的是有一点美中不足 但是无论如何 刚才我们看到了 你们这批生气婆婆的年轻人 对华业的热爱 这么的投入 演出这么 合作的这么认真 那我们又感觉到 非常的温馨 我要代表雪龙海南会馆 再一次的感谢 各位参赛队伍 你们不吃劳苦的来参加这个比赛 肯定你们会得到收获 肯定你们会在互相观摩 切磋方面取得很好的收获 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再闯加记 我也要代表雪龙海南会馆 非常感谢我们几位评判老师 尤其是杨教授 从2002年十年不间断的来做评审 来指导我们 帮忙我们推动马来西亚的华业 杨教授站起来 请大家再给杨教授一个热烈的掌声 我们会邀请我们尊贵的雪兰儿综艺会议长 拿着邓章青上海知识 我在想 如果我不是一早看好这个 今晚上这个节目 是哪一种节目的话呢 我以为我是出现在 有天王天后级的演唱比赛 演唱会 那么当然从我们保守的角度来看呢 这好像一点不符合华业合作大赛的气氛 但是从积极的角度看来呢 这显示了我们有更多的年轻的朋友呢 把他们的潮 这个非常蓬勃的朝气呢 带来我们的华业 这个肯定是我们乐见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相信 从今晚上这样的一个场面 可以看出我们的华业呢 在马来西亚 是有非常美好的前途的 我们就要靠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 我也要对我们雪龙海南会馆 理事们还有筹委会们 在一年 这一年来所付出的这些努力 当然我们知道 这项华业合作大赛已经进行了十年 那么过去呢我没有参与 我记得去年我只是负责拨款 那今年呢 我们的负责人黄良友先生呢 从年头就跟我接触 那么我唯一感到遗憾的 在这一年之中呢 我原本答应了要安排更好的场合 我觉得也要让我们的华业合作比赛 能够在水平上获得进一步的提升 进一步的肯定的话呢 那么我们应该有更高水平的演奏的场合 那么当时呢 我就建议要在我们雪兰儿洲皇家剧场 来进行这项比赛 那本来 但是非常可惜 因为我们皇家剧场 面对到这些技术上的问题呢 暂时还不能够使用 因此呢 希望明年 或者后年 2014年呢 我能够有机会呢 能够安排 让我们的华业合作大赛呢 是在皇家剧场举行 无论如何 我要对我们的水龙海南会馆 愿意在这方面做出这样的努力 这种缺而不舍的精神 是值得我们高度赞扬 高度的击赏的 非常的不容易 要办好 这样非常吃力的合作比赛 特别是在我们马来西亚这边土地上呢 华业的发展呢 其实是非常艰辛的一个过程 这非常不容易 那么在我们应该感到 我们能够 特别是在华业里面活动的朋友们 喜欢华业的朋友们 我们能够对我们的中华文化 在艺术 在音乐方面的这个工作呢 大家一起来努力 我们应该感到非常的自豪 纵观全世界的文明 各地的文明呢 我们华人的音乐 这个华业呢 的理论 华业在我们文化里面受到重视呢 可能是在历史上是最悠久的 就在两千多年前 孔子时代的时候 就对音乐有很大的肯定 孔子他说 他说要自于道 聚于德 义于人 游于义 我知道你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了 孔子说 我们定我们的志向 必须是定远大的志向 每一个人要有很远大的志向 做事情要根据道德 叫聚于德 那么做事情也要凭据 我们的人爱之心 叫义于人 然后重要的第四点 对你们来说非常重要 都说要由于义 就是我们要畅扬在艺术的海洋里面 鼓励大家要学艺术 要学技术 我在那个时代呢 就已经有了 教育呢 要有六个方面 叫做 理业 社医 书 又是什么东西呢 理业 社医 书 书 包含六项艺术 六项技术 其中一个第二项就是音乐 两千多年前 我们的哲学家 就已经把这个音乐的地位呢 放在这么高的一个层次上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延续 大家能够学习 能够传承 我们应该感到非常的骄傲 因为我们传承了 我们中华文化 两千年的这个传统 我们把它保留下来 我们继续发扬光大 这个是我说 我们必须感到骄傲的 那么我希望 我们由我们雪龙海南会馆 所主办的 这项华业合作大赛 将永远继续举行下去 不只是属于我们马来西亚的 甚至有一天 我们能够把它提升 为一个国际的华业合作大赛 那个应该是我们大家 所立项的目标 因为我说了 孔子讲的要治愈到 我们要把这个目标 放得更远大 那么我们才能够 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最后呢 恭贺今天所有的参赛者 不管胜负 并不重要 重要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都是参与者 我们都是文化的传承者 也再次的恭贺 我们主办当局 再次的圆满成功的举办 这项华业合作大赛 谢谢大家 祝大家身体健康 吉祥如意 谢谢 好 谢谢 非常感谢我们的 雪兰儿周音会议长 然后到邓张青 我们请2012马来西亚 华乐合作大赛 大会副主席 丁才荣博士 上台 为我们颁发这个金奖的奖项 首先第一次获得金奖的队伍 柔佛新山宽宗华乐团 好 接下来 萨老月明杜铃开支中学华乐团 好 接下来 吉隆坡康乐中学华乐团 接着我们请雪龙海能会馆会长拿渡武士财 上台 上台为我们颁发另外三份金奖 接着我们请天意宜宝三德国中华乐团 吉隆坡中华独中华乐团 还有雪兰儿嘉颖玉华中学华乐团 那么最高荣誉金奖总共有三份 第一份 获得最高荣誉金奖的队伍 你们这样我也好紧张哦 最好不要干扰私音 好 第一次获得最高荣誉金奖的队伍是 雪兰儿 嘉颖玉华中学华乐团 好 第二次获得最高荣誉金奖的队伍是 吉隆坡 吉隆坡康乐中学华乐团 好 第三次获得最高荣誉金奖的队伍 好 第三次获得最高荣誉金奖的队伍 费力以法山德国中华乐团 费力以法山德国中华乐团 好 第二次获得最高荣誉金奖的队伍 好 第二次获得最高荣誉金奖的队伍 好 第二次获得最高荣誉金奖的队伍 好 第一次获得最高荣誉金奖的队伍 好 三次获得最高荣誉金奖的队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